你會嗎 內勾 外勾 內勾先 6 7 8 內勾 外勾 3 2 3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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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好多說一點 想我就多看一點 表現多一點點 能夠能真的看不見 GO BYE 想說一點 想陪你不止一點 若一點 讓我 心甘心的 愛你 每個人的青春都是汗死不動的永恆 在回憶時苦涩都變得甜美 而甜美就愈發永恆 甜心教主王心靈曾是無數8090後心中的經典 是無數KTV碧點項目 是那個初遊手機彩鈴時代最普遍聽到的聲音 在乘風破浪的姐姐舞台上 王心靈的出場點燃了無數王心靈男孩 拯救了整個收視下滑的綜藝 喚醒了我們的青春記憶 我們願意再浪漫甜美一回 讓青春永不退場 曾經的王心靈想轉型 嘗試過性感瘋和半數瘋 但都失敗了最終妥協於甜美 她就像我們不忘的初心一樣 遊走世界一圈後 未來時還是原來的那個模樣 站在原地甜甜的笑著 甜美不關乎年齡 只關乎個人 看到舞台上40歲的王心靈依舊元氣滿滿 才發現原來少女感真的是一種狀態和氣質 與長相甚至與年齡都無關 常常像你說的話 是不是別有用心 明明明暈暈暈暈眩 卻又忍不住懷疑 在你的心裡 我是否就是唯一 愛就是有我常煩著你 Oh baby 情話多想一點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現多一點點 讓我能真的看見 Oh bye 少想一點 想陪你不止一見 多一點 讓我心甘情願 愛你 而芒果台怎麼也沒想到 被他們請來做炮灰的王心靈居然一夜爆紅 王心靈總出場不足7分鐘 上台表演的時常也被刪減剩一分多鐘 可就是憑藉這一分多鐘的愛你大火出圈 很多人都不解王心靈為何就突然火了 對此王心靈粉絲們給出了最精準的答案 我們只是老了不是不在了 王心靈是8090後的青春記憶 而這些老粉大多數現在都人到中年 他們對於明星的關注度不及年輕人 更不懂得現在年輕人為偶像打榜的方式 可當看到自己偶像時 也一樣會很激動 也願意為偶像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 以前比賽都是短信投票 但現在這樣的投票方式早已被淘汰 不過如今王心靈的粉絲都已成為了社會的中流砥柱 就算不是霸總也有著一定的經濟基礎 為了給王心靈應援 他們開始瘋狂購入芒果超美的股票 以時間芒果超美股價持續上漲 王心靈的粉絲也表達了對芒果台的不滿 芒果台確實沒想到王心靈能如此火爆 否則他們也不會將王心靈的鏡頭減升那麼少 現在王心靈粉絲齊齊集合更是手握芒果股票威脅 如果他們不重視自家的偶像 那麼就會直接拋售芒果股票 在看清形式後 芒果台連夜修改劇本 在第二期浪解播出時 王心靈的鏡頭果然多了 但有網友發現第二期播出後 王心靈仍受到排擠 鏡頭還是少的可憐 整期節目下來 王心靈出鏡的時間連十分鐘都不到 而且很多鏡頭看起來像是硬凑上去的 更過分的是有些鏡頭都是反覆使用 芒果台甚至為了避免引起王心靈粉絲的公分 只好硬弄了一個無錦炎幫王心靈吃兔頭的熱搜 此番行為徹底激怒了霸主們 心靈你嚐嚐這個 鼻樑鼓的脆鼓 脆鼓鼻樑鼓 你是不是覺得最近記憶力不是很好 我 好特別好 對啊很好 你看你吃點 他的腦子就馬上就聰明了 你看 吐的 拜託我吃這個就好 真的很好吃 真的不行 你看你不是說你 我不行 你看 感覺跟當紀錄似的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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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台恐怕做夢也沒想到 自己請來的一個過期 歌手進成了掌握公司生死大權的 財神言 在浪姐第二期播出後 原本股價暴漲的芒果超美股票 在5月27日收盤後股價下跌 王心靈概念鼓慮了 霸主們為了表達不滿境 拋售了一部分股票 並再次威脅芒果台 接下來王心靈 鏡頭還是那麼少的話 就直接清倉 這可謂是讓芒果高層心慌了 不得不說王心靈的粉絲 簡直太霸道了 最終還是資本把資本控制了 霸主們無條件地愛讓王心靈 在浪姐舞台上的話語權 越來越高 想來如果真有那麼一天 王心靈覺得呆得不舒服了 只要她一句話霸主們立馬拋骨 那可真是能把芒果高層們弄得焦頭爛額的了 那麼看到這裡大家有什麼看法呢